这个是柯宇 他们说你特别喜欢戴眼镜 所以就没有画一个完整的眼纹 画的是一个眼镜感的 然后一个黑脸 就是很俊朗 高冷的 谢谢 你今天去的也很高冷 不不不 说周柯宇 周柯宇我觉得是 这么多人里最高冷的一个 他画真的很少 当时呢 节目组的人 说到他的特点的时候 就说 周柯宇是很高冷的一个人 然后平时爱戴一个黑矿眼镜 然后我说这个黑矿眼镜 还有抓手 高冷 高冷 我想到了高冷 高冷就是那种极简系的感觉 于是呢 我给他设计的就是 极简系的那个男孩的感觉 就用了黑白两色 但他自己画的脸谱也是黑色的 就是很奇特的一个脸谱 设计他自己画的 然后他本人也确实是高冷 就是整个团队的人 如果说谁的脸最有棱角 那一定是周柯宇 就是他是那种 算不算 其实我不是美妆博主 所以我也不好讲他的脸型 但是如果让我想到他的脸型 我觉得就是那种 有点像汤围的那种 就是他是这样下来 这个棱角 然后中间就有点像林青霞的下巴 就是下巴这里 还是有点方方的感觉 天然就长那种 特别有棱角感的脸 就是那个男生 你一看过去之后 他就真的是浓眉大眼 然后这个脸的棱角感分明 然后和我设计的那个脸谱 我觉得还挺像的 就是他那个脸谱 虽然白色部分很多 但他是一个黑色的代表了梗直 然后就是一个直男 然后我当时通过他画那个黑的脸谱 然后和他那种冷笑话 就是他很冷 就是说的话不多 但是就也挺有梗那种感觉 就有趣的灵魂 但是画不多那种 这不会是蝙蝠侠吧 我看了看 很酷 这是带了一个黑色的面具 就是有一个那种一半的面具 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比较单调 然后比较随性的人 所以我就画出来的感觉 也就是比较随意一点 然后我觉得还是挺喜欢我画的这个脸谱 但是他那天没有戴眼镜 我当时还以为他会戴眼镜来 然后可能那样的话 就会更有趣 因为他当天看了一个脸 也很高朗 然后也很白的那种 就是很细腻的那种感觉 很有质感 小红书 我怎么看你 我怎么看我 这就是这个样子 感谢观看